新闻出席是来自港区市的消息 国际青年上会中华民国总会主办的中华民国第五十五次 十大夺出青年班长丁磊掌地港区市政府基行 十大夺出青年董山人面对面分享心动力庭与优众政党 理发医党首歌传 感谢医党丁瓦 港区市区投身体 十大夺出青年基金会执行党二国注定 代表班长和十一位夺出青年 首歌传议党标识 今年十大夺出青年来自全国各地 各专业领域有100万位优秀的投行者 各地竞争举列 今由各领域专业造成的兵信团 并持公平 公正 严谨的台独 民選出今年度第五十五次 十大夺出青年总共十一位 其中 体育企业类的代资营和陈金峰两位当参人 都在乌业以及帮业领域 为国家奉献并且政出营业 都是特地当参议十大夺出青年在乌业 我的当选证书都是一张纸而已 这个你看这是用金箔打造的 我来宣读一下 宣读第一位 那就代表所有的人 中华民国第五十五次十大杰出青年当选证书 姓名曾祥辉出生日期七十年十月五日 这个个子跟你陷入 你应该不介意啊 增军与科学及技术研究发展领域表现卓越 当选边界中华民国十大杰出青年特班实证义 市政投身材技术士表示 共亿十一位核中华可以动参十大杰出青年 是一种真冠的应用 对中华都是集中最优秀的 也要感谢青春会 专业与科学基盤十大杰出青年标用华东 让市政府可以共享这位营业 我非常高兴他们带来我们家用不放弃 坚持到底这一点是我们今天过来看到的 那我们十大杰出青年带给我们青年 非常大的一个典范 也带来给我们看到的台湾的希望 那我们台湾看到你们 我们知道台湾一定会更好 那希望你们带来全国 累秦富佑们跟着你们一起 我们一起让台湾更好 谢谢你们 谢谢 郭心台表示 少年人是最长期到穷勁的世代 但也仅仅是需要支持和协助的世代 因此冠季市政府对青年的創业和发展非常关心 去年有更出会 成立加基市第一的青春基地 为青年朋友解割創业的相关问题 国际青年双范中华民国众会表示 十大杰出青年党专人 第九族的专业硬益 都怀疑到接业业的账 良好的品质心想 有着具体的心情 以及对社会的贡献 心情困难的过程 对我们的数据 竟然就为社会标率 最近全本聪明董 高级七 猜看不得